對中囉 那一案子他要去那些國建教 那我們的官員是不是給我吃飽 領錢就好了都要做事 還是他們根本都沒有綜合能力 那這個有沒有涉及到國家裡頭的問題 有沒有涉及到行政能源舒適的問題 這個是我目前碰到很多地方同樣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案子在十年前已經重劃了 但是在這十年之間很多軍民都不知道 他還是照建照樣荷花建照照樣荷花 他們去去蓋房子 蓋好了一年兩年甚至幾個月 幾個月就要拆了 然後被拆的時候他們領到的錢 甚至拿去還他們貸款都還不起 還要背著負債走路 這是我比較看不下去的 謝謝